遇到这种合金三角阀容易断的 另外这个类似弯头没有水泥固定的 更换的时候 怎样操作 能确保这个合金三角阀拆的时候 不会断裂 能修理的 从这个类似弯头上拆下来 这种情况呢 就要先用这个火枪 给这个三角阀烤一烤 让三角阀肉胀冷酥 如果拆这种合金的 不提前用火烤一烤 估计拆的时候容易断 他这个客户家这个角阀 感觉关不住 我边烤的时候 这里面不停的流水 所以角阀就加热不到 所以用火枪烤是没用的 然后我们想办法呢 给客户家的总阀给它关掉 然后呢 我去水表间 给表钱阀关掉了 看看水就停了 现在角阀不出水了 我们继续用这个火枪 给这个角阀烤一烤 平时像这种不需要烤 因为它这个呢 那个类似弯头 没有被水泥糊起来 取断丝 如果这个角阀断了 取断丝 也不好取 然后我们只能确保 啊 角阀不断的前关架 给它取出来啊 然后我们现在呢 给这个 类似弯头 用关枕前卡住 然后呢 再用这个万能扒手 给这个三角阀的根部 给它卡住啊 让它的距离短一点 这个角阀也不容易断啊 我们先用扒手慢慢的加大力量试一下 看行不行 刚刚刚用手慢慢的加大力量感觉不行 哦 还不错啊 第二下尝试 看看呢 这个角阀就动了啊 拆这个角阀的时候 只要这个角阀 稍微有点动啊 基本上就百分之百能拆下来 看看还不错 稍微走了两圈 现在这个手就可以给这个角阀拆下来了啊 这个角阀里面还挺干净的 只有一点生鸟带 因为它这个是网上拍的角度不好 然后呢 这个是我给客户准备的拳筒三角阀啊 我经常给客户都用这种三角阀 然后给这个三角阀上面 藏上28圈生鸟带啊 藏好生鸟带以后 最后再给那个生鸟带啊 再给它捋一下 再给这个角阀装上就可以了啊 好 现在呢 给藏好生鸟带的三角阀 给它装到内丝上 先用手拧几圈 然后呢 再用管嘴钳啊 给内丝弯头给它卡住 不要让它转 如果让它转了 很容易给管子给它走断了啊 这种是很简单的操作 但是你也要注意 如果你给客户搞坏了 再换内丝 这家是老爷子 舍不得花钱 你给他小毛病搞成大毛病了 到时候自己麻烦 到最后还收不到钱 好 我们现在给这个小发转了个三五圈 现在就行了啊 它这个软管啊 本身都需要换 我看老爷子舍不得花钱 然后我就不给它换了啊 能不换就不换 把它给它领上去不漏水就行了 好 这个软管老母领好了 然后我们再用搬手 给这个老母再稍微紧一下啊 让它保证不漏水就行了 现在基本上领个差不多了啊 最后几下 这个软管就拧紧了啊 这个力量不能太大 太大了 容易给这个老母走坏啊 有个巧劲就行了 好打开脚阀 然后我们到水表紧 给刚刚灌水的那个表签阀 给它打开啊 你不装个纱窗呢 好 这个水表紧还挺近的 就在客户家门口 好 我们现在到水表间 先给这个整阀打开 这个整阀打开是不流水的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阀灌不掉 我们给这个表签阀也给它灌掉了 我们现在用表签阀的钥匙 给这个表签阀给它水打开 看后面的水表在动了啊 好 这个表签阀一定要给它开到位 如果不开到位 后面出水很小啊 看 现在水表在转了啊 在正常上水 然后最后呢 就简单了啊 到客户家 看看这个流水 有看 水能头流水了啊 检查一下脚阀 也不漏水 看非常好啊 这个全铜的质量还可以 好嘞 这个活就这样干完了啊 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有哪里不足 请多多指点 感谢 感谢 拜拜